大伙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们请坐 我是林一 最近人工智能很火 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像AI 深度学习 大语言模型 GPT这些名词 但真正能把它们拆开来细讲解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我大学就是学这个的 毕业了一直在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 所以我打算今年陆陆续续做点这方面的科普 也借这个机会我自己也复习一下 把知识体系巩固一下 那今天就算是第一期 咱们从机器学习这个概念讲起 其实机器学习是个非常庞杂的概念 很多事都可以算到这个领域里来 像预测电影票房 识别人脸 让计算机去自动打游戏 这都属于机器学习 但这个系列我打算专注在语言这个任务上 为的就是让大家也让我自己更深入的了解大语言模型 GPT 这些横空出世的人工智能技术 所以介绍各种技术概念的时候 我都会往语言这个方面去靠 那在语言分析和语言生成这个视角下 机器学习是什么呢 首先咱们回过头来品一品 我们自己当年是怎么学会一门新语言的呢 比如说学英语 那一开始就是背诞词 四季应背 诞词表左边是意义不明的字幕组合 右边是咱们能看懂的中文解释 我们要做的就是记住这些英文词汇和它们的含义 通过将陌生词汇与它们的含义对照 我们就逐步的把对新语言的认知建立起来了 这个过程就可以被称为是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的主要特征呢 是用到了大量的标记数据 也就是说需要学习的内容呢 都通过学习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做了标记 于是呢 我们才能够把未知信息与已知信息 一一对应起来 建立它们的关系 然后再往陌生的更复杂的情况去推导 比如我们知道time是时间 fly是飞行 那当我们看到time flies very fast 这种高级的没见过的用法时呢 就可以推广分析出它的含义是时光荏苒 用有限的知识解决无限的问题 那除了这种监督学习呢 还有另一种情况 我们可能得不到单词表那样的明确指导 就像刚出生 我们连中文都不会的时候 或者呢 是上世纪很多老格外语也没怎么学 就闯出去挣外汇 但这两种情况呢 最后大家都能适应下来 那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学的呢 这时候就只能通过阅读 听力 或者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来进行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会开始识别模式 比如某些词汇呢 总是在类似的情境下反复出现 或者某些词呢 似乎具有相似的结构 或者音韵特征 比如fuck shit 对吧 发音都很有力量感 而且一看呢 就不是那种跟人礼貌打招呼的时候用的词 就这样呢 我们逐渐就会摸索出来一套潜在的规则和分类 比如自然而然的呢 就会把词汇分成动词名词和形容词 即使没人明确告诉我们这些分类 那这个呢 就叫无监督学习 这两个一起 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就构成了机器学习领域的两个基本类型 由此衍生的呢 还有一系列诸如半监督学习 自监督学习这些混合学习模式 但归根结底 这些方法呢 都是为了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学习 随着时间和练习 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 让计算机呢 能够通过算法自行找出来 数据之间的关系和模式 而不需要人类直接编程具体的步骤来执行这一任务 这一概念呢 正是机器学习与传统编程的根本区别所带 它的深远意义在于呢 只要我们找到一套能有效学习到东西的算法 它就可以广泛的适用到不同的任务中了 比如咱们搞了一套算法 为给它人脸照片 它就能学会定位人脸 那同样是这套算法 你让它去学定位人手也是可以的 给它看大量包含手部的照片就行了 它自己就能学 而不是像传统编程那样 需要重新从头写一套规则 告诉它人手长啥样 然而当我们真正照着这个思路走的时候呢 许多具体问题就又出来了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就是数据和模型 我们已经知道 机器学习本质上是构建一套神经网络模型 让模型从大量数据中学习 那怎么获取到足够多而且高质量的数据 怎么构建一个能力强 学习效率高的模型 就成了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 整个机器学习的研究室 也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两点展开的 今天人工智能领域的热词 大语言模型 它就是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这回咱们就先讲讲模型 在学术界 模型通常被用来表示 对现实世界现象的简化和抽象 而在机器学习领域 咱们就可以把模型看作一个函数 再直白点 就是一个有输入有输出的黑盒子 这个黑盒子的内部结构可能无比复杂 但咱们不用管 咱们只关心它能不能针对输入 给出正确的输出 比如你输入一张狗的照片 它的输出就应该是狗 而不能是灵格 它要是看着狗的照片 说这是灵格 那它就学坏了 把模型类比成这个黑盒子之后 模型训练的过程 就是调整这个盒子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开关 训练完了 每一个小开关的开闭状态就被锁死了 然后这时候塞一张狗的图片进去 问他这是不是狗 它输出那的小灯就得亮起来 问他这是灵格吗 他这灯就得灭 这样他就是学明白了 如今流行的语言模型 是基于一种叫做神经网络的技术 顾名思义 它模仿的是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结构 基本单位是神经元 神经元是大脑中一种 能够以简单方式相互交流的细胞 通常来说可以理解为 他有很多条腿 大部分腿都比较短 用来接收刺激 然后其中一条腿特别长 连到另一个神经元上 负责向下传递刺激 这样一个结构 就可以让神经元根据输入 做出一些简单判断 比如说某个小老弟 他在学高树 他的神经元的几条短腿 接收到的就是褪色的教材封面 枯燥的文字 晦涩的公式 汇总到一起 他那条长腿可能就是完全麻掉的 无动于衷 这时候给他换个场景 比如说玩元神 那这几条短腿收到的 就是鲜艳的画面 精致的人物 优雅的角色服装 这些刺激一过来 这个神经元最长的那条腿 就会兴奋起来 输出信号狠狠的刺激 下一个神经元 然后当成千上万个 这样的神经元 组合到一起之后 这些刺激 就会汇总成一个更高层级的输出 比如另一个神经元 发出了生活费到账的刺激信号 这小老弟 可能反手就会冲一个648 做出一个令人遗憾的决策 机器学习里面的神经网络模型 就是借鉴了生物学结构 它的基本单元 被称为是一个感知机单元 结构和神经元很类似 也是有多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感知机单元的运行过程 就像投票评分 每个输入都是一个分数 而每个分数又对应着不同的权重 就好比等级不同 话语权不同的评委 假如说有三位评委 分别给出了0.1 0.1 0.4的分数 而他们的评分权重 又分别是0.5 0.1 0.4 但最终的得分 就是这三对数字乘起来再求和 也就是0.R 而这个感知机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个分数线 比如说是0.5 过了这个线 它就输出1表示激活 没过的话就输出0 表示未激活 这样就模拟了生物神经元的工作过程 但这个设计 如果真正落实到数学计算上 又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法往回坠速了 还是回到原神那个例子 现在我启动了原神之后 我的感知机兴奋了 输出了1 可是我怎么知道哪个因素 是最关键的因素呢 是画面 人物 还是服装呢 一个自然的想法 就是我分别在这三个方向上 加大力度 我让画面更鲜艳 人物更精致 或者服装更优雅 可是这么干之后呢 我会发现输出还是1 啥也分析不出来 所以这里要做的一个修改呢 就是我不再粗暴的一过线 就输出1 而是在过线之后呢 把实际分数作为输出 这样呢 我还是从这三个角度 分别加大力度 从输出分数的变化幅度呢 我就能追回去 知道哪个因素 对感知机的影响最大了 而对输出的这个调整呢 就是今天深度学习中 最常见的一种激化函数了 那现在咱们已经知道 一个感知机单元 是怎么运作的了 把它们连成多层网络结构 它们就也会像神经元 组成大脑那样 展现出强大的信息归纳能力 一个简单的多层神经网络模型呢 包含一个输入层 两个隐藏层和一个输出层 前面说过呢 模型本质上 就是个能读进来输入 然后输出准确答案的黑盒子 这个答案呢 可能是一个猫狗 林哥这样的分类标签 也可能呢 是一个预测出来的数值 比如三天之后的股票价格 这些呢 都需要在输入和正确的输出答案之间 建立起特定的映射关系 在神经网络模型里呢 每个单元之间的连接 都是一个权重数值 这些数值呢 可以在输入输出之间 建立起无数种映射关系 可是怎么才能确定 这大量的权重数值 每个分别应该是多少呢 这就要靠反向传播算法了 但在讲反向传播之前呢 还要先回顾一下 函数和导数的概念 函数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写死的对应关系 比如y等于2x 你输入2 它就输出4 输入3呢 它就输出6 这种把每个输入 都乘以2的对应关系呢 就是个函数 而导数就是用来衡量输出 相对于输入的变化速度的 比如说输入变量调大一点点 从2变成2.1 增加0.1 那y等于2x这个函数的输出呢 就会增加0.2 那它的导数就是2 而如果是y等于3x 它的导数呢 就是3 也就是说 它的变化速度更快一些 不过神经网络呢 又要复杂的多 输入变量呢 远不止一个 比如依照200x200的图片 那就是4万个像素 这就涉及到偏导数 它类似于前面原神那个例子 场景 人物 服装 都是刺激我兴奋的元素 那到底哪个因素 作用最大呢 这就是偏导数 要求解的东西 它要求解的 就是这些不同的输入变量 分别对应的权重是多少 实际在计算机里 训练一个神经网络的流程呢 是这样的 首先训练程序 会为每个输入变量 随即分配一个0到1的权重值 比如场景的权重是0.5 人物呢是0.1 服装呢是0.4 然后我们假设 这三方面都是可以量化的 比如在某一个游戏时刻 场景的精美度是0.1 人物的美观度是0.1 服装的优雅度呢是0.4 那这第一轮随机权重计算下来呢 分数就是0.22 这就完成了一轮前项传播 根据输入把输出算了出来 但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结果是错的 但算出来0.22这个分数并不高 但实际上呢 我可能对着这个0.4分的服装 已经兴奋起来了 我的兴奋值呢 可能已经达到了0.6 所以这个预测值和实际情况 就有了偏差 但这个偏差该怎么衡量呢 这就要用到损失函数了 损失函数呢 通常是基于统计学的数学模型 常见的呢 有军方误差 交叉伤损失 绝对误差等等 损失函数的结果呢 永远是一个非复数值 它不能小于0 而这个数呢 就被用来衡量模型的判断 和实际情况的偏差有多大 比如说呢 咱们用绝对误差 那这个模型的输出 和我的实际兴奋值的偏差呢 就是0.38 那要怎么让这个偏差缩小 让模型呢 真正做到看到一个游戏画面 就能准确的知道 我有没有兴奋呢 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模型的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完全呢 是由权重数值决定的 同样的输入 这些权重一变 输出呢 就会完全不一样 可是这些权重该怎么改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偏差 看成是一个关于这些权重值的函数 也就是刚说的损失函数 我们希望找到的呢 就是损失函数变化最快的方向 也就是梯度 梯度呢 可以看作是一个函数 在特定点上的斜率 或者坡度 它呢 总是指向函数增长最快的方向 咱们现在想象你站在某座山上 梯度呢 告诉你的就是往哪个方向走 能最快的上山 那相应的呢 加个负号 原地转180度 就是下山最快的方向 一直让权重数值沿着这个方向走 损失函数的值 也就是模型输出和实际情况的偏差呢 就会越来越小 这个过程就叫梯度下降 那回到原神那个例子 咱们说那三个输入呢 分别是X1 X2 X3 而对应的三个权重值 分别是W1 W2 W3 那现在这个模型给出的映射关系呢 就是Y等于W1 X1 加W2 X2 加W3 X3 这时候呢 如果咱们反过来 把它看成是一个Y 关于权重W的线性函数 那对这三个权重值 分别求偏导 结果呢 就是X1 X2 X3 想让偏差减小 就需要把0.2往0.6上拉 也就是沿着114这个方向走 就可以了 但这只是三个变量 在神经网络的实际使用里面呢 变量权重的数量 可能有上千万 乃至数十亿数百亿个 而且是层层向下传导 这又要怎么解决呢 这就要借助链式法则 链式法则是一种计算复合函数导数的方法 当一个函数是由多个函数迁套而成的时候呢 它的导数就等于外部函数的导数 再乘以内部函数的导数 按照这个法则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函数 一层层拆解 得到每一层 每一个权重值的偏导 最后呢 汇集成一个超高维度的梯度 就像是把洋葱一层层拨开一样 这整个过程呢 就像是二刷一部电影 从结尾开始 逐步呢 回溯到开头 理解每个事件 每个线索是如何影响后续事件 最终影响整个故事走向的 这一整个流程跑完 先把输出算出来 再反向把权重的梯度找出来 最后呢 再让所有的权重 沿着这个梯度的方向前进一点点 我们就完成了一部更新 模型呢 就朝着更准确的方向 又靠近了一些 一开始呢 所有权重都是随机乱生成的 模型的修正速度呢 会快一些 但越往后 准确率提的越来越高 这个速度呢 就会逐渐慢下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这个模型的训练收敛了 等模型收敛 是个耐心活 打个男性观众听了 可能心里小鹿乱撞的比方呢 就是钓鱼时候那个鱼飘 对吧 刚扔下去的时候呢 它剧烈抖动 然后抖动幅度逐渐变小 但这时候呢 它并没有真的稳下来 稍微再来点刺激 比如小风一吹 或者水底一股小暗流 它呢 就又好像抖起来了 这时候很多年轻小伙子 就会忍不住 他就失控 结果呢 踢杆一看 啥都没了 但是真正成熟了的男性呢 就只要再忍耐一会儿 再坚持一下 这时候呢 这鱼飘往往就会真正的 越来越稳 直到最后呢 完全和水面融为一体 针鱼化镜 心如止水 这才叫真正的收敛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模型呢 都一定能在训练过程中收敛 像模型本身有问题 训练数据有问题 或者超参数设置的问题 都可能会导致模型训不出来 一直在波动 就好比说鱼飘呢 本身有破损 或者呢 水太浅 鱼钩沉地了 那咱们呢 就先说超参数 常见的超参数呢 包括批量大小 迭代部数 激活函数 还有优化器选择等等很多 它们呢 不改变模型结构 但是呢 会控制模型 怎么训练这个过程 这里面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超参数呢 是学习率 学习率决定的 是模型参数的更新幅度 前面咱们说梯度能指出偏差 减小最快的那个方向 但这只是基于损失函数 这一刻所在的这一个点 你要是一步卖大了 反而可能一下子 跳到更高的地方上去了 老也下不去 但你如果步子 老是非常小呢 也不好 一方面呢 你移动的速度会特别慢 另一方面呢 假设说大山谷前面 还有个小坑 你可能呢 就直接陷进这个小坑里 再也走不出来了 永远摸不到山谷里 更低的那个点 所以这也是需要反复测试 积累经验 指导和模型融为一体 真于化镜 心如止水 而其他的超参数设置呢 也都是类似 各有各的特征和局限 都是需要反复磨练 需要研究人员 根据模型的表现 依赖直觉和试验 去反复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 机器学习有时候呢 被叫做练单 然而超参数还不是最麻烦的 甚至现在 如果你经费就是充足的话呢 你都可以直接把超参数 丢给机器去学习 让电脑自己去试去 真正从底层决定 训练能不能成的 其实是模型的结构本身 当年深度学习呢 曾经差点没发展下去 就是发现层数 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模型人是学不明白了 前面说模型的输出 越来越准 靠的是通过 反向传播的过程 调整每一层的权重 但是在一个层数 非常多的模型里呢 这个反向传播的过程 会把很多导数值 接连相乘 层数越多 乘的就越多 模型的权重值 一开始呢 都是随机乱给的 所以这些导数值呢 也都是不确定的 假如有很多值 都是大于1的 那这些数乘起来呢 就会导致T度爆炸 模型开始剧烈波动 而反过来的话呢 就是T度消失 模型呢 可能还远远没学明白呢 但就是不动了 所以深度学习 刚有点火的意思 就发展不下去了 直到残插网络的出现 残插网络做的事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在计算网络层输出的时候呢 从前面再挑一层 夹到一块 这样在计算T度的时候呢 下一层的变化 就被上一层的原始信息 给稀释了一部分 但又没有被完全清除掉 从头到尾 T度变化的稳定性呢 就增强了很多 不会爆炸 也不会消失了 这样一来呢 构建足够深的神经网络 才成为了可能 在残插网络之前呢 神经网络的深度 通常在几层到几十层之间 像著名的Alex Knight 有八层 VGG呢 是16到19层 那时候这都已经是相当深了 可残插网络出来之后呢 神经网络都是上百 乃至上千层啊 也就具备了解决 更加复杂问题的能力 他的作者何凯明 也因此拿到了 2016年CVPR的最佳论文奖 今天呢 残插网络已经成了 神经网络里一个 几乎必备的结构了 几乎所有的大模型里 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走到这呢 把超三乳调好 把模型深度拉大 就一定能让电脑学明白了吗 其实未必 数据也是很重要的 我让你12年只学数学 然后高考考你英语 你不得干死我 我都想干死我自己 当然机器学习领域的学者呢 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但有些时候呢 可能数据太复杂了 以至于模型能力呢 根本不足以找到合适的关系 这就会导致欠你和 也就是模型准确率 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升不上去了 但这个问题出来的话呢 其实还挺明显的 所以危害不大 改进就完事了 但另一种情况 就比较隐蔽了 有时候呢 模型能力太强了 干脆呢 把数据全原样背下来了 甚至呢 会记住一些干扰因素 比如我告诉他 现在这个视频画面里 是灵格 结果呢 他可能继承了 有这个键盘的画面 就是灵格 换只狗坐着 他还是觉得这是灵格 那就坏了呀 他其实并没有学到 真正具备普遍性的规律 这就是过你和 过你和的模型 看上去表现很好 但只是在他学习过的数据上 真正拿出去解决实际问题 反而解决不了 真正学明白了的模型呢 是要具备泛化能力的 在机器学习里面 泛化指的是 模型遇到从未见过的数据的时候呢 能不能证明白 它是衡量模型性能的 一个关键指标 一个具有良好泛化能力的模型呢 应该能够适应陌生的数据环境 而不仅仅只是在训练数据上 表现出色 因为真实世界的变化呢 是无穷无尽的 只有真正从数据里面 学到了底层的规律 才能推而广之 解决更多的同类问题 那怎么来评估 一个模型的泛化能力呢 我们会把数据划分为训练级 验证级和测试级 来做这件事 训练级呢 就像是平常的作业和CT 模型呢 通过学习训练级上的数据 来识别模式和规律 验证级呢 就像是模拟考试 用来阶段性的评估模型表现 模型通过训练级的数据 更新内部的权重值 然后经过验证级检测能力 检测出来发现效果不好的话呢 我们就调整超三数 或者是修改网络结构 直到它在验证级这个模拟考试上 能拿到高分 这时候呢 就到测试级了 测试级就是最终的高考 它评估的呢 就是模型未来放到真实世界之后 最终的性能大概会是什么样 在之前的过程里呢 模型只学习过训练级 然后通过对训练过程的调整呢 它又做到了 能把规律推广到验证级上 但测试级 它是从来没沾过边的 如果测试级它也能搞定了 那它就大概绿成了 然而当大模型时代到来之后呢 一个超级超级大 参数几百上千亿的模型 把这个泛化的概念呢 又给颠覆了 由于这种模型真的太大了 即使是一个装了互联网全部文字的数据集 它都有能力给完全背下来 但最终它表现出来的能力 到底是因为真的理解了人类知识 还是在机械的照搬它背下来的文字呢 因此呢 也就有人质疑 就说目前大模型呢 并没有真正体现智能和学习能力 只是背东西比较猛而已 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呢 咱们就后面再进行吧 但无论如何 今天这种从小型专用模型 到大型通用模型的转变 标志着深度学习 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后面呢 我会基于今天咱们讲的这些基础知识 再聊聊机器是如何理解人类语言 这套精妙庞杂的符号系统的 行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在马路旁边的讨论中 在马路旁边的讨论中 感谢观看